好,来到下半场哭波桑节目时间 接下来这半场就会谈欧洲赛事 今天欧洲比赛的重点主要是来自西班牙 马体会主场对巴塞罗拉 马体会主场对巴塞罗拉 马体会主场罗门是用了奥布里克 后防方面又责用Chipia 中坚菲利比帕香莫素 中坚组合最近都继续是这一招 因为迅米尼斯就伤了 沙维也没有在后备名单 所以都继续用这两节 左閘留意 这一招是用了沙奥尼古斯就客串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可能我怀疑是想加强防守力吧 因为如果用洛迪 基本上他的防守力就不行 所以就用不住这个沙奥尼古斯 其他那些维度路都未必能打左边 阿里亚斯呢 阿里亚斯打右边 他不是左边 先打左边 那他的防守力也不见得很好 说真的 那就是为了要防御阿里亚斯大哥 在右边的进闸 那就是找个防守能力商 对好一些的球员打左闸 那中场就 阿湯马士呢 就拍着阿里拉亚希达 哈里拉 那就 左边就高基 右边就哥尼亚 前面就组奥菲利斯出发 就拍着莫拉达的 那一个4-4-2 那对面就 那对面就 隆门士迪根 中坚碧姬南加列治 左扎用肺炮 因为艾巴受伤 所以都是用肺炮的 右扎就 因为斯美道又是打不到 所以就用罗拔图了 基本上就近乎地装 那中场就拉杰迪留意 拉杰迪这一场波打后腰位 那是 那代替了保斯基斯 拍着这个敌装和Alpha 没错 前面是美斯亞蘇基里斯文 整場球給我的感覺 上半場巴塞都受制於馬太會的緊迫防守 尤其是美斯那邊 他經常都想在右邊上球 但因為都坐著兩至三件就埋到去 三角形地緊迫他 所以美斯發揮機會在上半場計算是甚少的 所以上半場來說 尤其是在初段巴塞基本上都沒有東西看 上半場反而馬太會有幾球球 第一六分鐘已經幾乎擺烏龍 這個廢譜 誰知就中了中間大約三馬左右的廢譜後腳 埋到去向軟柱滾去 幸好滾沒有 誰知就中柱 這是第一個 其後就十幾分鐘 菲利斯亦給了他右腹位 向軟柱滾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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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軟柱滾 他的光好滾去向軟柱滾去向軟柱滾停止 力保不失 那球19分鐘最麻煩就是拉傑敵在中間位置留頂 拉傑敵打後腰的效果 我始終是一般的 拉傑敵打後腰的效果 但你這三個都是這樣 但其實敵裝是不是敵裝打這個位置會好一點呢 敵裝即是打開這個位置 他都是負責去鬥 頂住 他的身形比較高一點 至少他打開 拉傑敵不算打開 雖然有打過 但不是打開 表現不好 他打這個位置 大家也知道是一般的 一直不太喜歡 但他打後腰 比較打防守的 主要防守一般的 主要是做第一重數檔 他是協防的會好一點 對 他上落會好一點 好像我稍後說歐盈那一場 他打那一場 他打過4-4-2就不錯 而那一場對多蒙特 所以這場是波拉傑敵 其實一般的 其實他中間有一兩下攔截 其實拿一張王牌就有點少了 已經少了 一個他 一個碧姬 這兩個都是 那場球其實反而後防打得 挺好的 我又覺得挺好的 尤其是去到上場後段 去到其後整場球 那個後防是OK的 這四個球員 尤其是碧姬本身 緊握著莫拉傑敵 其實在三球那裡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可以做到的 其實 反而佛球就差一點 那 其實這場球表現都挺好的 我覺得這場球 另外就是羅拔圖 我覺得我喜歡羅拔圖 打右閘多個斯美道 因為羅拔圖比較實際一點 實際一點 會防守好一點 防守上比較硬朗 那 還有 我覺得他 他肯上落多個斯美道 因為 我就喜歡羅拔圖打右閘多一點 說真的 那 再加上又比較革慣一點 那 左閘廢譜就 這場球 防守叫做OK的 防守叫做OK的 助攻就 沒有對多蒙特那場 做得那麼好 還有 他和基利市民之間的合拍 待會 對多蒙特那場 那場 我發現到少少東西 那場對多蒙特那場球 待會對多蒙特那場球才說 但是這場球又見不到 這場球有點奇怪 所以 這個廢譜 這陣子都會用廢譜多一點 那 他的助攻 你不要預期好像艾巴那樣 因為艾巴就 無求跑動做得多一點 廢譜就不是的 廢譜是比較 上腳那種 所以 你經常看到艾巴一條氣 衝下去底線 拿玻璃類 接應 比玻璃類 在廢譜身上 你應該見不到 廢譜就 很典型的跌瓦上來 即是 左邊攻擊球員 拿掉那球 然後廢譜上來 接著你就要 這樣給那個 廢譜 很純粹 這類的 那 所以大家留意這件事 但是 其後呢 去到二十多分鐘之後 接著巴塞 就開始有些攻勢了 譬如說 開場尾斯 有球球在扶位 拿了個球 然後 給玻璃在禁區 然後呢 再給沒有人看的 拉傑迪勝 誰知道是扇腳 很可惜的 這球球如果不是扇腳 應該就 會近一點的 那 另外四十多分鐘 也都 碧姬有一球 頭錘中尾 這個也都很可惜 那 去到下半場呢 那 就 第一件事就是 這個 馬體會 做了一個調動 就是把 祖奧菲利斯 替出 嗯 又把 域道奴若替 那麼 坊間很多 在西班牙那邊 都覺得 這個調動是有些問題 對啦 你見其實都 威脅不錯 祖奧菲利斯替 可以 尚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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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覺得他踢得很好 那場博 但是你比較 你對比莫拉達 被人緊淺得那麼厲害 你 祖奧菲利斯是 叫做生的那個 嗯 普通 我只能他用普通來形容 但是 域道奴和他踢的位置 就完全不同 不一樣 域道奴就 反到中場 莫拉達打單箭頭 跟著 其後 再將 哥尼亞換立馬 那 前場 就真的 都很糟 死火 那麼 立馬 有哪一場好過呢 沒有 沒有 是 那 所以 你換了哥尼亞 換了菲利斯 其實是 削弱了 馬體會的功力 那 當然 其後 其實去到七十多分鐘 馬體會都有一腳 就 哥尼亞的傳蹤 莫拉達前柱 用後腳射過去 誰知道 就被 這個護空門 是真的 那 下半場 其實就只有這腳 馬體會比較有威脅 至於 那 至於 入球 也是 其後 逼機 因為 烏滴滴 進來 其後 85分鐘 入球 就是 美斯 其實在下半場 就 其實已經 拿球的空間 已經多了 沙歐尼古斯 和高基 的格擊 似乎 開始 頂不住 多了 空間 給這個美斯 去推進 等等 那 你有機會 即是 你見到 開始有些波 美斯 可以從右邊 推進來 中間 給他左腳 拿到球 就已經很危險 你見到入球 其實他都在 四十幾馬 開始推 在右邊 推進去 跟著 給中間 蘇利 一腳回傳 剛剛 調整個炮台 美斯 去到 左腳一扯 非常之招牌式的 美斯 入球 踏順 他都不用 踏順 步運 回得那麼順 他都不用 控 即時起腳 還有球球 就是羅伯濤 右邊 亦都 一起推上去 他都有引動 對方的一些 守衛 就算前面 基利市民 雖然那個球 橫在前面 走過去 但是也做到 少少引動的作用 你看到 球球 不僅是美斯 和蘇 的配合 其實其他球員的走位 亦都做得不錯 這球球 結果 就是這樣 一比零 一比零 你又換了 那些 即是 其後去到 輸了球球 換到樂迪下來 即是 沒有用的 雖然 雖然樂迪 助攻能力很大 但是你沒有前鋒 你數完沒有前鋒 前鋒只有一個 莫拉達 莫拉達 不是一些 可以自己搞得到的球員 是有靠供應的 但你只有一個 一個 一個就不行了 所以這場球 巴賽 一比零 就贏了馬替會 那 真是 為何這麼快 換了什麼 祖奧菲利斯 當然 前鋒球員 真的可以使用 就是這個 十七號仔 這個 沙波職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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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即是 那 是不是有需要 換哥尼亞 走 是不是有需要換哥尼亞 呢 這個是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巴賽 就 成言 其實 打得普普通通 防守 叫做OK 有些優幸 這三分 得來 應該打和 就合理一些 但是 正如華為迪賽後說 我們有一個 美斯 等於踢多一個 但是這些說話 就說真的 你作客那件事 那你即是怎樣 打多一個也搞不好 那你真的 至其他球員 於什麼的景地呢 那 我覺得 就不應該這樣說 大哥 你這場球 作合第二場勝利 聯賽 如果沒有結束 那 之前很多場 都贏不了 那對蘭格里斯 我上個星期都說 第二場是第三場 如果蘭格里斯計算 第三場的勝利 是吧 真是 很坦白說 還有今時今刻看美斯 是真是年紀開始大 你看到 嗯 以往呢 在上半場遇到那個 這樣的景地 對著三個呢 都有人本事突破 但是今時今刻 美斯真的 真的做不到 嗯 即是 時光飛逝 即是 美斯 我又看他第一場 後備 又看那場球開始 嘩 都已經 嘩 多久時光啊 那時候 有沒有十年 應該有 十八三十三十五年 十六年 看美斯 看到現在 真是 不知不覺 經過這個 這個時代 時間的飛逝 真是 所以這場球 巴賽 就 球賽內又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 都是 憑美斯一次的突破 就贏了馬太會 所以 美斯 就有這個 金球獎 金球獎這些都是 都是名氣 名氣 我覺得真的 沒有什麼討論價值的 很老實 很老實 因為 你覺得今年有誰好的 沒有啊 你雲迪克那些很難的 那還見 後防球員拿 是 是有點困難的 是 那你去到 去到的票數 都比較接近 都算是這樣 但是你問我真心 我真的覺得 應該是 雲迪克的 如果你計算過去那一年 美斯啊 斯朗啊 至尊這些 你見過他更好的時間 反而 不是太值 因為他們是前鋒 因為他們是前鋒 他們表演入球的 即是入球的 那些片段是比較觸目一點 他的名氣大一點 東哥在這裏 東哥說這個 馬太會這場贏不到 但也看得不錯 在防守上還可以的 就是上半場 那個防守做得不錯 但是真的 稍稍略然 是不是下半場 太早收了球員呢 就是這個 哥利亞 用不需要收呢 不過前鋒 人手調動 都差一點 那你立馬這些 很坦白說 都應該判得死刑 這個 所以馬體會都麻煩 真的很坦白 巴塞囂陷贏這場 之後 在聯賽榜繼續 和黃馬 並駕齊驅 兩隊那場 什麼時候踢呢 18號 18號 是啊 18號 就是 是的 好 應該是臨潔冬的時間 是 好 黃馬方面 贏了阿拉維斯 都很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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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看到 其實黃馬的組織性 那些 反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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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更好 那場球 就用了伊斯高 那些球員 那些 拉莫斯 就打開紀錄 但是呢 後來呢 就 輸了十二百 也是輸他的 對啦 用著手肘 就挫跌對手 這些都是 慣常的動作 那就不好 他是有這尾 即是那些 那些 那些 小小 有時候 有些超技術 比較魯莽 什麼小小 經常勝 小小 這麼有 有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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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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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線 歐洲國家盃 他舉了一支旗 那些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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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太記得 希望網友補充 有東哥補充 那場 那場 王家馬得利 其實 最近看 王家馬得利 的確是 反而有冠軍上 對 你看到他發揮 是越來越好的 發揮正常 他過了他那陣 低 即是有一期 踢得不好 那陣低潮 他是正在回來了 你見到對球是 發揮整體 主要以賓斯馬為主 那你又沒有什麼 哪個真是 很有聲美 可以任 可以用的人 都相當多 那你譬如左邊 不用雲尼西斯 不用赫薩特 這場都用得 伊斯高 伊斯高 巴爾諾哲高 對 巴爾諾哲高 中場摩迪卓奧斯 那些用得 華為迪 又用得 祖域就少用 祖域就不用理他 那些是後防線 如果你不用卡華夏 用奧迪奧蘇娜 差一點 尾場 不過龍門都用艾利奧娜 是的 龍門都用艾利奧娜 那他輪緩 休息 這些對著阿拉維斯 要用古圖斯 說真的 阿拉維斯 由盧卡斯皮里斯 的十二馬 追回 結果 黃加馬德里 很順利 2比1 就贏了 看看其他賽事 略樂江賽果 次以達0比0 華拉獨裂 蘇斯達4比1 伊巴 蘇斯達4比1 馬勒卡1比2 輸給貝迪斯 以貝迪斯 最近贏了兩場 已經 另外西維爾 1比0 蘭格利斯 華倫西亞 入球 就是迪亞哥卡洛士 另外 華倫西亞2比1 維拉利爾 那一場 就是 安古沙 射入 其中一球 另外 華斯 再給 費林 費林 托利斯 射入 2比1 就贏了 維拉利爾 那場 華倫西亞最近都 歐記入最近都不頑 華倫西亞 最近都 待會那場 歐聯 更加必須講 我待會再講 待會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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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爾包 兩球 加拿達 艾斯賓奴 對奧莎 奧莎 就離場2比4 奧莎 作客 是4 奧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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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都不太差 現在已經去到第九位 第九位 尤其是季初打得不錯 奧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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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小心點 馬體會第六 馬體會第六 因為最近局方其實是普普通通 基達菲又送回來了 第七位 華倫西亞第八 綁美藍格尼斯 六分 六分 都說了 這些球 巴塞都有能本事 幾乎喝了 那就糟糕了 斯坦路 斯坦路多朋友 大家留著小心 次達是尾三 五大十三分 馬力卡十四分 這場說完 我想說一場得格 李華古順對拜仁上場 慈山說大屠殺那場 屠了什麼出去 拜仁被人剃了刀 怎麼辦 這場好像我看一看就沒心機 為什麼呢 反而早一點那場 哈法帕林的多夢特 那場就看了一會 OK 跟大家說 我看一些精華 其實拜仁呢 這場球不贏 是有點不值 是 嘩 嘩 幾多球 單刀 真的 幾多球 單刀 首先 看一看數據 23次射門 對面11次 7乘5 控球拳 對面2乘5 按追攻 我看著單刀 單刀 單刀 的次數 嘩 真是 單刀 中柱中微的次數 真是非常入獄威脅的 6 7 8 9 11 12個 OK 非常 非常 非常大機會 就是 真的 有些不好賽 這樣也做不到 多一兩球 真的 這個我也很難以想像 當然對面 龍門 下敵基表現也不算 都撲到幾球去 但是 拜仁這場球 我覺得 只不能 一分都拿不到 是 有些不值 一分只拿不到 是有些不值 你看到對面 李華古信 那手中堅 其實阿他那些 真的 轉身 轉身 速度 真的沒有 你想想這場之前 你霸人的戰績 多麼好 才行的 嗯 即是你 等一下 除了范克福那場 之外 接著 炒領隊 換完領隊 就贏了 大炒 當中4比0 接著 作核多數 又4比0 然後你歐聯那場 貝爾街 只有紅星 不要理他 那些基本上 真的是表演賽 是啊 但是這場 你上個星期都說了 實大屠殺 對咯 但是 事實回來 比數的確是 尼華古信仁 2比1 大老 你尼華古的中堅 講了很多年 不行的 再分他 但是這場 比比利 兩球 他攻勢 不是太多 他攻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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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我自己計算三個 其中兩個 進球 九分鐘 一比零 秘利丹刀 突破越衛陷情 射入 比塞波 那個 就是 新秀慧 這個大維斯 那麼 那球球球 就和蘭大中線 過了緊盈的守衛 然後連續 就比利丹刀 搞點 然后34分钟 那时候拜仁已经追回了1比1 33分钟 跟着连财就已经输了 又是贝利右傅突破过了马天尼斯 用速度突破马天尼斯 又不是很难做到的事 我看见那场球第一是下雨 下雨的时候 看见马天尼斯追着贝利追得很辛苦 所以结果就被马天尼斯单刀 就完成了 因为前面的球球 其实拜仁前场本来在攻击 截到之后 其后贝利和磨兰特做个1-2 然后再给贝利做个单刀 做个反击的过程 组织是相当之漂亮的 球球 所以拜仁衍生问题 那场球第一是扎位 尤其是马比利那边的柏华特 就轻松一点 一直都不觉得这个太标青 那这个球员就 嗯 即是不是太突出 他又不是太太太太 但是普通通 但是你 如果今时今日的定位是中场的时间 或者后腰的时间 那你这个右杂左哪位用呢 真的不懂 就是了 你的定位是这样 都是一个配搭上的问题 即是哪个打防守的中场 是有一个要填补的 你拜仁这队球 是要找个人去填补的 金美智 那就麻烦了 那你抽走 也不是很差的 金美智大哥 你不可以这么说 即是你没有做一个很可靠的杂位 当然你 你基拿比场站在右边 自己弄了是没问题的 不是 我这场球真的说真的 是应该拜仁起码拿到一分才合理的 真的说回头 那你那场球前面 佩利锡好点 那就 不是这样啦 基拿比 把握得好点 就不是这样啦 老祖 老祖就已经 8分钟基拿比 已经有单刀中柱了 对啊 对啊 所以这场球 我觉得 应该拜仁是 应该起码拿到一分的 都已经很保守的了 我这么说 非常保守的了 但是 事实就是 利华高尚 贏了2比1 非常不幸 那 德国那边 刚才 池山说 有看过场什么 看了上半场 看到同牌之后 就已经转台了 转台 因为 没什么好留意 因为你看到 都差点 差点 会2比2 留意哈法柏林 今时今 今刻的教练是 奇连士文 是 奇哥 回归得格 OK 就教哈法柏林 但是 暂时 没有特别起色 就 哇 已经好像 几年败了 卡法柏林 几年败了 好像五年败了 如果没有记错 是啊 去到尾三 五年败 多蒙特 你说看了一点 最少 正常 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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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差略的发挥 就是正常发挥 怎么说呢 他这个排阵是好一点的 你有哈萨特 新组 那些 巴兰特 即他的攻势 其实不太大问题 你看到他起脚 即是有迷门 你纵使你没有了一个 即是你还差一个很可靠的箭头 这样 都攻势不少 而且都有一些威胁 但是你无厉害 无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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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 都不是无厉害 即是怎么说 那个位置是 last man 总之是第二个王牌 他就红牌出场 两位红牌出场 你打少个中坚之后 是不是可以 即是你是 有些担心他是捱不住 不过他捱了2比1回来 你对面说真的 攻势这场球比较多 我反而留意到 当我问你 那场球比较三中坚 是 三中坚 比较 不是很多 因为 我想法呼你 就是最近 喂大哥 刚刚上个星期 先说完 对帕达邦都可以 够弹四输 输三个 那你 不如后面 撿到个忍在后面 就变成三个中坚 把前面 后腰位 打少一个 握手 白蓝特上少少 两边摘位 前面 夏萨特 辛祖 和萊斯 最前的功力问题 暂时也很难解决 不难解决 因为艾卡沙 第一是有伤 有伤 有伤 马里奥哥石 我始终觉得 他不是打最前面的人选 就算萊斯也是 他不是打最前的合适人选 暂时只能放到一个 那你无风陣 即是无风陣 打成功 中场 就是那个默契 哪些球员要上去 那个位置 是很重要的 但是 我又看不到 法夫利 可以在这方面 教到什么出来 唉 很高难度 我常常说 打无风陣 你今季其实挺失望的 你踢到这么一刻 你见 多蒙特 普普通通 有什么时候 拜人是脱脚 所以有些 所以有些 所以就算是无信家伯 对 对 无信家伯 来比石 还可以保持在前面 所以就算是无信家伯 那就是那句 那你 屎浩克也第三点 是 那你现在 拜人的分数 比屎浩克还少 屎浩克04 是啊 那你如果你看回 现在德格榜 无信家伯 就 就是 刚才赢了 赢了 赢了 法拉保 4 比2 28 内比石 27 已经四年胜了 那 太阳 那 小浩克25 拜人24 多蒙特23 快达保 22 和利华古信同分 宝美杜柏达邦5分 波隆8分 哈法柏林5連敗11分 德蘇多夫12分 暫時這個形象是這樣 大家必須留意 德格的揭冬期相對比較長 所以揭冬前和揭冬後 打到1-10 打到2個星期 打到2個星期 應該是揭冬時候 打到最後應該是 23日 12月23日 接著去到1月中才打 今個星期 聯賽 李華古信對史浩克 拜仁對無順加柏 這場重要 無順加柏主場對拜仁茂尼克 這場榜首大戰 無順加柏主場對拜仁茂尼克 往績 無順加柏主場對拜仁茂尼克 好像無順加柏主場對拜仁茂尼克 我印象中近幾年都有試過 都不用印象中是這樣的 多蒙達 對德蘇多夫 德蘇多夫就是 較後的位置 多蒙達現在這些 不知道 來比錫就對何分 利華對史浩克零四 剛才說了 還有沒有呢 應該在後面做一場 後面 明星期日那場 雲達不來媒 對柏達邦 對柏達邦 這個就可以了 最後講一點 少少拉一拉 意大利那邊 祖雲達斯就失分 唉真的慘 2比2和了 這個薩斯索羅為何這麼慘 進不到 應該要贏 沒理由和 薩斯索羅就今年14位 那麼祖雲達斯就 你怎麼說祖雲達斯 人腳窮厚到這樣 你都搞不定了 我覺得就 真的糟糕了 你還要給國米排一句頭 就榜首 這下這下不開心 主場 就很遺憾 寶方 派一球交 派一球交 年紀大小打 就容易派交 在他晚年的時間 派交的次數都多了不少 寶方 就是有一球也是他的 都好像未是太穩定的 烈子 是啊 所以結果2比2 和了薩斯索羅 攻勢很多 但是兩球的嚴重失誤 就令到祖雲達斯就要失分了 另外呢 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 1比1 贏了SPAL 都正常發揮 AAC米蘭 作下贏 1比0贏了 屁馬 OK啦 這個就 挺振奮賽果 因為其實兩隊球都很近 拿玻璃什麼事呢 拿玻璃 剛才之前就提過了 說了 是吧 就是那件事 繼續贏不到球 唉 真是麻煩 就算你去到利物浦 我們稍後說歐聯那場 都是贏不到球 你數一數幾場 沒有贏過球 上個星期說六 現在加二 計算歐聯那場 八場不勝 這些是 和球會內部有關的 就是自己玩死自己 那其他 差不多了 布雷西亞的巴神 聽聞 就是巴諾迪利 聽聞就已經是被 被放棄了 聽聞好像 都不久的將流被放棄 隨便交給出 主要原因就是 巴諾迪利 對於 意大利的種族歧視 的情況 有些 不是很滿意 又來啊 踢得不太開心 他總的踢國米 就被人搞一次 在意大利的種族歧視 是麻煩一點的 他又回到 他應該 立心回到意甲 他應該要 會有些 還有他 踢的那隊 叫布雷西亞 布雷西亞 現在排第幾 布雷西亞排第幾 我跟你說 鮑尾 鮑尾 巴神會踢這些 鮑尾的頭隊嗎 最終前發甲那隊都不是 那起碼不是 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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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現在 這樣 這隊的布雷西亞 多少年敗 這隊 是 六年敗 九場不勝 不知道踢得不開心 就沒辦法 巴神這些 好 那 那 祖記 看看聯賽榜 聯賽榜 聯賽榜 等等 聯賽榜 聯賽榜 五連勝 37分 跑了 祖記 維持不敗 但是 三場和球 36分 拉素 30分 嘩 最近很好 拉素 然後 卡利亞里 28分 羅馬 不過排第五 得失球 少一球 第六位 亞特蘭 25分 然後 拿波 你跌下跌下 只有20分 你跌到第七了 那 真是糟糕了 那 AC馬爾蘭 就排第十一 一位 17分 同分 那 輸 好像輸得入球 那 看回 今個禮拜賽程 國米對羅馬 拉素 對祖雲達斯 那些氣馬都相當不錯 那 大家留意一下 那 最後 講幾場歐聯 那 這個星期 歐聯 其實有部分球隊 都是 可以是出線 成功 就搞定了 成功 就搞定了 那 我們就 講幾場 那 那 我們 由最後 先講 車路士 對華林斯坦主場 對車路士比賽 是相當精彩的賽事 如果大家沒有看 看回 真的要看回 這場球 真的相當之快上快落 很久 我覺得 我自己很久沒有看過這類的球 真是快上快落 得很厲害 那場球 那場球 車路士的陣容 就是基斯甄神的出組 中堅 基斯甄神拍蘇馬 那 油澤 用了 為什麼基斯甄神拍蘇馬 是杜莫尼的 嗯 不知道 杜莫尼一定是 打蘇馬 真的用來配 我不會 給太大信心 擺蘇馬 尤其是蘇馬 那麼鈍 你對著 環西亞這些 真的 抓死 那這個是真的 那 前面 就 Kamte 佐珍羅 高華石 威尼安 艾巴嫩 對面 劉傳說 其實不能打 加雷又能打 可以 瓜美 哥斯達達 右閘加耶 左閘 中場留意 華斯 其實我上個禮拜提過 華斯 打回中場 拍著拍利組 右邊就是菲林托利斯 左邊就是蘇拿 前面 密斯高美斯 和摩蘭奴 那麼 開頭呢 其實就 雙方攻勢差不多 快鬥快的賽事 雙方的節奏是相當之快 因為 停的節奏慢起上來 後防差的時間甚少 甚少 所以就 一場相當好看的賽事 那麼 上場攻勢很多 譬如說 華麟西 即是一分鐘才車路士 走一腳 已經偉利安 入市左腹位 頭材已經是 頂了 頂了 但是呢 其後就頂高座 其後就 拍利組也有一個直線 比諾迪高全中 密斯高美斯 這場球 華麟西亞之不贏呢 這個密斯高美斯 真是 真是要鞭師 真是要 有兩球 這個其中一球 門前 無人看管三馬 居然就不知射了去鞭 這球就流踢 另外一球也是 不是 有兩球球 起碼 幸好 如果你捧車有事 你就倒閉 真的倒閉 這場球真的應該 華麟西亞贏 這場球 真是 39分1比0 長傳龍門球斯利神 阿斯佩利古林 對手頂球 接著波羅 在柏利組腳下 馬上直線 給他右邊 諾迪高全中 被後上 蘇利 第一時間撞射入網 做得很流暢 這球球 從洛門球踢上來 投錘 接著波利組 再直線 幾乎接近第一時間 然後蘇利入攝 完全沒有人看得到 再第一時間按下去 做得相當漂亮 1比0 但接著40分鐘 已經追回1比1 艾斯派古特的傳中 首位頂出 諾迪高 想在俄眉宇 想投錘 誰知道 把球頂了 被高華碩 在左庫位 20多馬 結果射入 這球球 是高華碩 加盟車路士以來 第一個入球 高華碩 其實很少球入 作為一個中場球員 他的入球偏少 但是球球是射得OK的 那球球球 其實可能受到視線的阻礙 可能落地是慢了些的 接著就去到2比1 52分鐘 Kamte的傳中 蘇馬頭錘 頂向門前 這個佩利錫追上 加一腳 一步射入 但是 其後就是VAR 然後就檢查 越位 是的 佩利錫過越位 檢查了很久 終於 都判了這個球 入了 判了很久 好了 到了最後81分鐘 追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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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利組 30多馬 左庫位去到右邊 諾迪高 中間漏過 去到華斯 追到12馬的右邊 接著橫邊界外 立即扯過去 扯了球 入網 這個球 似傳 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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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射 龍門的站位 有點問題 好像 被他甩死 簡單的 被他甩死 扯得又漂亮 但是龍門的站位 又有些問題 這球球 就有少少 有少少 時流暈倒 少少時流暈倒 華林西亞幾樣東西 第一 這場球最終2比2 帕利組 真的是一個 長傳來說 在全世界來說 都 我想頭十都一定有 帕利組這個球員 在一些在中場車線 做得那麼差的 防守來講 帕利組 運用到帕利組的直傳 是相當之好用 即是你前面 譬如說 洛迪高 這場球 真是 埋門一般 但其實都 前面都 走動橫可以的 墨斯高尉斯等等 只要前面走到 把握到 吉位 呢 帕利組 又可以 直傳 轉方向 做得很漂亮 當然必須說 帕利組其實中間 是有球12碼的 射室 射室的 必須說 那球60多分鐘 就是蘇利的直線 加爺入舌 就被佐真爐撞跌的 結果 帕利組射了12碼 誰知道 很少射室的 帕利組射12碼 誰知道 真的射室了 這場之後 這個形勢就有點變動了 即是環西亞贏了 就賣下了一些出局的伏線 是 下一場尾場 環西亞要作客馬即時 是 車友士反而主場隊的領域 包尾的領域 這樣看來就 當然如果 環西亞和車友士同分 環西亞的對賽成績是較好的 是 所以現在環西亞排第二 而車友士排第三 大家都同分 那 就 如果環西亞 下一場贏不到 即是車友士 基本上 贏到的機會 大概贏不到 那如果 環西亞 拿不到分 就應該是拜拜 是啊 環西亞簡單說 環西亞的形勢比較 惡劣一點 嗯 那這個 跟麥斯高尾斯 有關係 對 不過這個 去到幾號 十號 那個禮拜才可以 是 下個禮拜 車友士 那一場 對環西亞 主要是 暴露中場的防守 遮線等等 暴露很大的缺陷 整天給很多直線波等等 遮不到線 整天給到前面的落滴高 那真的比較糟 那你又要用蘇馬 那你 那不是用誰 那是杜莫尼 我覺得 杜莫尼 都是 好一點 靈活一點 你蘇馬真的很鈍 如果你 經常都要 都要對著別人 即是被人壓得這麼厲害 你又要跟人 即是別人給那麼多直線 你要走的時候 你就是 蘇馬 就 粗一點 還有 都必須要研究一下 即是 Kamte 經常打上落 即是 這堆中場 居然對著華倫 中場 都知道 打到一個軍勢 都是 都是 有些問題 那場球 蘇利 打得其實都OK 蘇利 有他入球 菲林托尼斯 都打得不錯 但始終 這班人 如果你踢到 對亞積士的水準 應該 不應該對環西亞 是這樣的 我覺得 比較實格 因為始終 你看到 對面有一個中場比 場傳這麼好 前面有 諾迪高 更肯走動 拉邊的球員 拉倒 車路士這麼多 吉位在後面 是不同的 華倫西亞 這場球 打得挺好的 華倫西亞 這場球 歐聯 哪場 剛才說的 形勢 C那邊 贏2-0 那場球 施耶智 打得很好 那場球 只是聽說 對面 李爾的球迷 都向施耶智 拍掌歡呼 這個球員 你有看上櫃都知道 他是 甚至 那場球 場中間 有個小朋友 衝了入場 追著 施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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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抱著 那個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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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講了些 說話 是 是一個 很揚護 很開心的 氣氛 很開心的 氣氛 好 巴賽那場 巴賽 3-1 我們好像不看好的 這場 不是 我說巴賽主場 OK的 是 我講了巴賽主場 OK的 但是沒有什麼信心 但是我們都說巴賽贏 剛剛之前 兩隊都頹 兩隊都打得不好 看得不好 但是呢 那場 就是 看到一點點 其實那場 巴賽 早段 都 一般 早段 早段 一分鐘 烏滴滴 已經滑了 空門 如果那球 空門 被 被射入了 那個情勢 是很不同 幸好就是烏滴滴 那球空門 所以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其實巴賽 打打一下 是 因為 最初 他出單比利 單比利 打前面 一定是4-3-3 但是 單比利的效果 跟 後面拍住 廢譜 那個效果 其實不太好 因為 兩個都要上腳 很快 換了機時 因為 由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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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雙 一個半月至兩個月 左右 拳完東 再看看狀態 出不出 你說 單比利的球員 是怎樣 打一場 休息兩個月 所以 換回基利市民 下來 但是 去到基利市民 下來 好像打到 4-4-2 將基利市民打到 左中場 拉傑迪打 右中場 中場 迪庄 拍布斯基斯 美斯拍 阿蘇 比賽 我看到基利市民 這場球 打得不錯 主要原因 基利市民 如果他經常做 無球 跑動 不要做那麼多 上腳 其實是 隔到前面 兩個球員 以往常說 美斯不給球 基利市民 但是這場球 其實見到 最後基利市民 入了3-1 那球 就是美斯給他的 其實就是 見到這樣的情勢 第一 廢譜 他後上 那麼上腳 所以 如果好像 上比利 還沒剃走之前 兩個都一起 那麼上腳 拿著那個球 其實那個進攻 是慢了 但是 當變了 一個4-4-2 再加上基利市民 盡量做 沒有球 跑動 上少腳的時間 反而那個進攻 就反而更爽了 所以 入了球球 二十九分鐘 其實就是 換人之後 那個球 就是 基利市民 完全給了 二十多馬 接著 再給一隻線 去禁區 廢譜 然後就被 艾卡斯慘走了 誰知道 落了二十多馬 中間的美斯 再隻線 給沒有人看 突破月位 就單刀搞定 這個球 這個第一件事 當然 多夢特的防守 頑 平排的防守 OK 沒有一個層次 即是 看闊 那邊 誰知道 前後 入泄就 看不到了 即是 球員與球員之間 那個 空間比較大 然後 接著 到三十二分鐘 四分鐘之後 兩顆 喉姆斯後場 比賽球 敵裝直線 阿蘇 和美斯做 1-2 美斯搞定 這球球當然是喉姆斯送 下半場 66分鐘 美斯 左腹位 基利市民 後上 是搞定 這個球 你看到美斯 一些小動作 以為向右推 誰知道 阿蘇引走了 守衛 再比過去左手邊 基利市民 形成了1-1 基利市民 當時 3-0 其實2-0 多夢特都收工 就是葛祥波 就是葛祥波 最糟糕就是 多夢特 葛祥波一出場 你見到 他排的陣容 你見到 他左右兩邊的中場 是放在 夏基美和 舒厚斯 即是立心摸和先 先找手先 但就找不到 那就死了 但還是不找 你見他出的陣容 你見到 中場是 舒厚斯 你懷高域素 夏基美 雖然說 舒厚斯 早段 都有點威脅 但是 整場 最後這樣算 你只有兩個 攻擊球員 你怎麼辦 即是 心思 是 死手 那你 夏基美 當是半個 攻擊球員 都有攻擊能力 但我說了很多次 他打後面 打跌壓 是很多 打前一格的 所以 再加上中堅 侯武斯 又派了一球 三比一 都合理 那 因為 國米 贏球 贏了 布莱格斯拉維亞 很難不贏 國米 都不是很難不贏的 那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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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如果不是 扇腳 80分鐘 這個 後衛廢 敵致 扇腳 真的 不知道 六死誰守 那一場 如果扇腳 射成2比1之後 然後 然後 才 連軍幾夜 到最後 那一場 勞卡古 和馬天尼斯 都生日 尤其是 馬天尼斯 有一腳 截戰勞卡古 全中 第一時間 球不落地 車身窩裡 這個球員 呢 大會 大會 國米 都不是世會 不過他捱得過 國米 前鋒墳墓 絕對 不是墳墓 有 勞卡古 都不墳墓 嘩 你看回歷史 有幾多 幾多 進攻球員 在國米手上 那麼 逃離這個墳墓 好厲害 勞卡古 你看這場 多緊要 啊 不過 多謝對面 線腳 所以國米最後一場 會主場 對著巴塞 巴塞 如無意外 就流力了 所以國米機會 真的 高一點 成言 我都覺得 如果是計 平均表現 國米還是比較好 國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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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巴塞 巴塞 巴塞 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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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就 他篡定了我榜首 但是 你出線 那位 真的要看兩隊 如何 最後就是利物浦 那場 對著拿波里 最終 就是 1比1 利物浦 拿波里 1比1 那場 有些眼鏡 都不算 拿波里 其實對利物浦 有些辦法 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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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場 利物浦 第一 沒有出阿羅 這個 我覺得 有些 敗北 真的 沒有理由 對這場 要贏 不要忘記 這場 要贏 但是 你還不出高尾 就是 那場 功力 比較差 再加上 好組法奔努 相出 相出 就比較麻煩 這件事 結果 馬田斯 早段 射入 馬田斯 其後 去到 最後 羅夫論 罰球 才追平 1比1 雖然 利物浦 攻勢很多 但是 後面 後防 文努 拉斯 打得很好 其實那場 拿波利 打三 其實有段時間 很多時候 都是三個後防 枕在後面 陌生莫域 另外 文努 拉斯 和 阿古利巴尼 這場 兩邊 文利 和阿薩拉 都打得不好 都是因為 其實 這個拿波利 現格上 是打一個 五個後防 路迪 羅南蘇 是鬥後 一點 密森莫域 隔手隔腳 就搞文利 結果文利 就搞不定 再加上羅伯神 再抑制羅伯神的助攻 所以整條左邊 就沒有東西看 死火 右邊 撒拉 撒拉 因為撒拉 本身的形狀都不好 那他後面的 Hindersen 高美斯 又不是太多 高美斯 你又不會予他助攻 所以就說 這個 為什麼不出阿里山德阿羅 而出高美斯 這個是敗筆 阿里山德阿羅 都是在 這個 78分鐘才換 是否可以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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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追平 都好像沒有想著 利物浦上谷 都有一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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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 最後那場 都要打算 林美那場 就是危險 林美那場 現在 基本上 薩爾斯堡 只要 贏球 就出線 除非 4比3 5比4 4比3 5比4 即是4比3以上 即是 這些比數 因為對賽是 利物浦先贏4比3 現在贏球 贏一球 薩爾斯堡 不要塞多個 3球 基本上 只要保持1球距離 就做2球搞定 所以薩爾斯堡 不用問的了 老虎蟹都一定攻的了 即是一開始就 就攻了 這球 我想那場球 如無意外 都是攻鬥攻的 那場球 薩爾斯堡 後防都這麼 弱雞 你不要考慮了 數得多少 當然 數得多少 一球不夠 反而鬥著後手 就死定了 一定就進攻 1球不夠 2球 2球不夠 3球 不是沒有機會的 現在主場 薩爾斯堡 鬥攻 就是鬥攻 作客都搞多你3球 對 不是鬥攻 主場應該都可以的 可以的 主場 又不會太快 多了 真的好看 長球 好看 其他那些 就不特別說了 因為時間都差不多 留回 留回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可以說了 退路期後那些 好 那我們空波桑 下星期的時間再見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